近日,网上流出了一份声称是网友看到的王力宏和李静蕾最新离婚进展信息,随后,李静蕾通过律师发声明,澄清传言不实,并指控王力宏冻结他的账户及不付赡养费。 王力宏回应,因为离婚事件引发媒体公审及不理性的网络霸凌,希望所有纷争回归司法,我方也完全将所有事证交给法律处理,完全尊重司法,并透露,美国法庭已经命令王力宏和李静蕾双方都不可以通过媒体贬低对方。 随后,王力宏再次通过律师回应,称自己平时都有让工作人员交现金给李静蕾,但没有转账证据,所以无法澄清,他每个月付出的赡养费是91万新台币,约人民币21万元。 李静蕾的友人看到回应后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李静蕾从未收到过王力宏的钱,包括现金。